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书本的第四个标题部分啊 管沟和地上管道施工的一些要求 那这里大家注意一下书本的这个标题是放在地下埋或者是放在管沟里 那还有就是我们没有去界定它是哪类管子 下一个标题里面还有去做了预制成品管的埋设 那我们预制成品管它很多焊接要求跟这是一样的呀 所以咱们这里面所提到的焊接相关规定 除了保温的一些施工啊 那个你全部就可以相似的累到预制管里面去就行了 然后在这会大家去调整一下它顺序 所以最好易老师讲一来听 可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啊 看看整个的施工过程 那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 咱们去做管沟或者直埋的话 直埋就开槽往里放 管沟是你开了槽之后要先修这个管沟结构 对吧 我们底下要有基础要有底板要有侧墙要有顶板 然后里面再来安装支架 那你就看它里面通行的高度来确定是哪种的通行方式 这里面是一米一米八到两米是不是能过人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行式 那也有就是可以蹲下去做的或者进不了人的啊 然后我们主要在这个括号四的标题里面 就是解决你的管道是怎么样对上安装 再焊接 对吧 然后我们后面怎么做了一些防腐保温的处置 然后怎么去做的它验收 这个核心的程序 那咱们在讲这个具体的操作流程之前要先把基本的规定了解清楚 你要从事焊接的工作 我们要去连接供热的钢管 那么都要满足什么要求啊 第一个就是地上辐射的管道要有固定的措施 那么它的管组长度要大于两倍的支架间距 我们可以把管组长度理解为一个管道的安装段 那你想我这么长的一个管子 它可能支架是以一定的设计间距去做分布的 并不是特别密 一根管就一个支架 不是 它是好多根 对吧 组成一个组 底下放了几个支架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这个管组 我们一个施工的组的段落 要由支架的间距做确定 它是大于两倍支架间距 因为你如果放太密 成本也高 占的面积也大 对地面的影响是多的啊 好 那么这个点你想我们肯定在这个间距中间就有一些管子是悬空的吧 所以咱们在安装架空管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支撑 临时性的支架 在你完成安装工作之后给它撤掉就行了 好 我们再来下一个 管道安装的时候管件上不得安装焊接任何副件 你该组一起的你先组再放上去 你不要等它放上去 我们再现组 我们刚才说的会造成变形的啊 好 再来原则先大后小 先煮后支 先下后上 常识性的东西 那严禁选择在焊口两侧 加热延伸 螺栓强力拉紧 加焊金属填充物 使用补偿器 变形等等 这种都叫强行对口 强行对口的话 人家本身自然位置不在这 你硬要拽过来 那么这个硬拽的力就会坐在别的地方 或者造成这个焊缝刚焊完质量不好脱开了 对吧 所以切记任何强行都不可以 它应该是自然调整到合适的对口安装的位置 然后再连接了 好 这个在我们书上好多不同的地方 因为它们都属于基本规定 我就给你调到前面了 调到前面来了啊 然后咱们在这儿有一些辐射的方式啊 就老师这个不是支架的吗 这也不是啊 你想你把它放在地下沟道的话 我们如果是土建工程或者进管沟 它其实也需要有支撑的系统啊 类似的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到操作了 就是我要开始对准了 然后开始焊啊 这个就开始给你按照施工过程整理 所以需要大家跟着流程去记 你不要均逆于教材条目的顺序 我们重要的是了解这个过程 对吧 好 那么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先把它放到平台上 对准了才能喊 我们先解决对准的问题 这个工作叫做对口的安装工作 那像咱们底下这工人是不是正在做连接 但是我们在做连接的第一步 他要先把管子对准 我们在这儿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设备 这个叫做对口器啊 对口器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两个夹子 夹了两个管道对到一起 来调整他们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对口的时候一定会用这个东西的 那当然有一些可能相对重量比较轻的 或者它是一些悬空的管子 我们可以选择导料调员啊 这样的一些形式也行 那么这个是对口器来做对证 那我们在对口的时候 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质检的要求了 在前面大流程的时候 就带着大家说过 管道安上去做对口质量检查 这个对口的检验是质检的第一步 这是质检的第一步 非常重要 它里面是一道四个主要检验的项目内容 这是需要搭配的 对口检验中 我们逐检破口质量对口间隙错边量和纵汉缝位置 这四个名字一定要会背会写 它是关键的质检第一步 任何一个过不了你都不能做焊接工作 它相当于是焊接的前提啊 好那咱们就逐个攻破挨个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先看什么叫破口质量 破口是我们在做管道焊接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端的处理方法啊 咱们现在给大家把管道一个管壁放大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管的壁后 这是管的外侧 这边就进到管里了 然后我们这个管到这儿 这是管端 这是另外一个管的管端 我们要在这儿焊一圈 这就是环形焊口放大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图 就是把咱们管道上面这个位置给切开一下 就切到这儿了啊 切到这儿了 好那你把这些空间关系想于外之后 什么叫破口呢 就是它正常管端应该是指着过来 在这是个平口 对吧 我们加工管材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人家原始管壁是这种形状 你需要先通过破口的加工 给它打磨成斜坡的形式 我们会把它磨成这种形状 我给你稍微画仔细一点啊 磨成这样的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们中间是焊缝放上去的状态 焊缝一层一层叠上去的状态 它是需要从底下打底焊完之后 层层叠加的 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垂直面的话 很难做到层层紧密的连接 加工成斜坡形式 焊道之间的天冲融合会更好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要先修成破口的状态 这就是破口质量 你需要先在管道加工工作中 把管端打磨成斜坡破口的形式 并且会根据壁后确定斜坡的坡度 我们需要在这做检查的 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加工完破口之后 会通过这些检测尺来看一下 斜坡破口的这个角度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好 那么破口检查没有问题 表面清洁没有各种杂质 那这个是不是就过了 角度也符合要求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对口间隙 什么叫对口间隙呢 就是两个管之间的form的大小 好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先看这个图 刚才不是把两个管道 它的管壁端部加工成了斜坡破口的形式吗 那么这是一节管子 这是一节管子 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焊环缝的地方 间隙的话就是什么 它们中间放的宽 对吧 这个缝的宽 你离的太远 我们可能就融到一起了 你打底就融到一起了 所以这个间隙的话 我们给大家补一下 上面这个数值是规范上的数值 咱们书上没有细写 所以你这过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去通过这些检测尺 去看里面间隙的宽度就可以了 那这个间隙的宽度 它是跟壁后有直接关系的 如果是4到9毫米的 我们间隙控制在1.5到2.0毫米的范围 如果是超过10毫米壁后的 我们间隙是控制在2到3毫米的范围 这个它在检查的时候 我们是每10个口测一个点 用汗口检测器去做 或者我们选择这种汗口检测尺 这个多功能检测尺也可以的 好 这个是对口间隙 就是它们两个管节之间的距离 你可以理解为距离 太宽就汗不住了 好 这是第二个项目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叫错边量 错边量的话 其实更好理解 就是两个管段错开了 没对起来 那这个我们一般大多数是从外壁去看的 刚才咱们看了 这是一端一端 中间是汗环形汗缝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错边的时候 就是看这个外表和这个外表 它们之间有没有错开 这个点在我们书本的管理部分 是有一些数值要求的 它也是跟着壁厚相关 如果你的壁厚是不超过5毫米 我们规范上是2.5到5 那要求错边允许偏差 不能超过0.5毫米 那随着我们壁厚逐渐的增加 它的错边允许偏差也在增加 那么整体在最后的情况下 最后的壁厚已经大于15毫米了 能出现的极限错边也不超2毫米 那我们在这个书本上是有一句话的要求的 错边的允许偏差不能超过壁厚的10% 同时不允许大于2毫米 我们这个就是在确定错边 就是它在这边卡着外壁 这边侧外壁 然后看它们之间有没有高差 看外面的错开量就行了 一定记得在供热管道里面 我们要求它的错边是不允许超过2毫米的 好这是第三个项目错边 那把错边减完之后 我们就进到最后一个纵焊缝的位置 纵焊缝的位置主要是你管材在生产中产生的这一条身上带着的缝 我们先来看一下管材的分类 像这边这个管子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一条直的缝 我生产的时候就是一个钢板卷起来的 这叫做纵向缝 那如果你生产管材的时候 它是条带状钢材卷起来的 我们是不是看到它身上的焊缝就是螺旋状的 这叫螺旋缝 这两种管材都是正常生产的管材 那我们在施工焊接的时候 要先核对再管端它的缝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核对呢 因为我们要求再管到任何位置 不得出现十字形 如果这一根管子 它的纵翰缝在这 旁边这个管子 纵翰缝跟它垂直了 这就叫十字形 薄弱类薄弱出问题 所以你要把它错开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核对纵翰缝的位置 错开多少呢 在弧面上 弧面上错开不少于100毫米 它不是圆弧表面吗 就是这个位置 它们错开不少于100毫米 千万不能对到一起 对到一起就是十字形缝 是不允许出现的 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大直径的钢管 它自己在生产的时候 我身上就带两条纵翰缝 你身上带两条纵翰缝 那么这两条不要离太近 我们要求铜管两条纵缝 间距不能小于300毫米 就是离得要远一点 你不能紧挨着 因为一条缝就是薄弱点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除了钻翰缝核对位置之外 我们前面会发现咱们第一个图 是不是看到对口气了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先用对口气呢 你要先加注对准 我们要做定位翰 定位翰的话是怕两个管子 发生相对的转动 那我就没法实行后面的焊接了 所以咱们是一定要有先定位翰 在后面正式翰缝这样的操作的 那么你定位翰翰的时候 定位翰也属于正式翰缝的一部分 因为我是不是在焊缝 泼口里面给它点了几个点 或者点了几段 对吧 给它接上了 那么定位翰咱们在安装设置的时候 要求什么呢 它要对称 你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管壁断面 是不是对称设置了三个定位点 那这样我一锁 它两个管子不会发生相对移动了 一定记得它属于正式焊缝一部分 所以它的材料设备要求都跟正式焊缝一样 那么这个你包在焊缝里 它是焊缝的薄弱点吧 我们这个纵向缝的端部 螺旋缝的端部是管道的薄弱点吧 所以薄弱不能累薄弱 我们就要求纵向缝或者螺旋缝的端部 不能做定位翰 你不要把定位点点那个端头去 它不是薄弱点吗 对吧 就是错开就行了 然后你定位翰做好对称 好 你看这样咱们就把四个关键的对口检查的项目 梳理清楚了 这四个项目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该记得比较重要的纵向缝的位置 对吧 这个我们去记一记 然后前面破口这个就读两遍就行了 主要是把项目名称记住 错边一定要盯着两毫米 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除了这四个对口的检验项目 大家背下了之后 我们书本上技术部分还提出了一个 对口要检查管道的平直度 好 平直度就是这二者之间有没有角度上的偏差 刚才错边是看他俩错开的距离 我们看平直度是看有没有出现折角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平直度 接口平直度的话 我们是要用钢尺去检查的 要把它贴在一个管道外表 然后核对钢尺和另外一个管道外表之间的缝隙宽度大小 这里面我们是距接口两端各200毫米的位置去检查平直度 那这个平直度的话 单口不超一毫米 全段所有口累加不超十毫米 所以把这个数再记一记就行了 像这样的东西 它喜欢出现在选择体的选项里 好 你看我们到这儿是不是彻底把对口的工作就做完了 对准了 对准之后咱们就要开始去焊了 然后在刚才我们说到检查的时候 这几个项目大家会发现都用到了焊接或者说焊缝焊口的检测尺 这个检测尺我们很多都是多功能检测尺 然后我们现在也很喜欢考一些延伸的东西 所以注意一下 在对口的检测的时候 用的是多功能焊接或者焊缝检测尺 你把这个名字注意一下就行了 那么它在不同的检查地方使用的方式给你补了个图 这个大家刻下去看就可以 因为我们书上没有写这个 只做一个参考补充的东西 就定一下名字它叫焊缝检测尺或者焊接检测尺 或者焊口检测尺都可以 然后它是多功能检测尺 好多方向都可以测的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对准了 对吧 那么对准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焊接了 焊的时候咱们再把刚才那个图拿回来 我已经把它做了对口处理 然后我也加工成了合格的破口形式 你焊的时候一定是从最底下逐层往上去做焊接的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带破口的焊缝形式 那么这样的焊接要求层数不得少于两层 当它的管壁非常非常薄的时候 你最少也是打底和盖面 你哪里没有中间的 也是打底和盖面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它不会出现单层的 最少是两层 那我们在焊接这里面排的顺序和方法 不要再产生额外的力 要让它顺畅自然的去做连接 好 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焊缝的层快速过一下 大家会发现在斜坡口底下 我们会有第一层 这个叫做打底焊道 打底焊道是对整个焊缝质量影响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打底焊的质量 建议在打底焊里面选择亚胡焊类打底更加稳定一点 好 把底儿连接好之后 上面这些每一个层叫做中间的天充焊层 天充层它是带有一定宽度的 可能并不是一次就能焊完 所以层是由焊道组成的 那我们可能是多个几个焊道雷起来 好 天充层一层一层天充上去 最后最外边我们外观检查看的叫做盖面焊 盖面焊就把整个泼口的外表包下了 好 那这个我们会后期检查焊缝外观质量的时候 去测焊缝的余高 它要高出外壁 还要测焊缝的余宽 它要宽于前期泼口的一些范围 否则就出质量问题了 而且它的表面质量也是我们检查非常重要的方向 好 这样咱们把焊缝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按照书上正常的顺序来焊呀 第一个不是打底吗 对吧 那咱们先给大家去补一下啊 打底焊的时候 我们首先需要先对管道做预热 因为你焊接是需要有温度的 这个都是焊接工艺指导书中参数的一部分 要先对管材做预热 然后检查预热温度达标不达标 参考之前的工艺指导书就行了 这个如果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开始焊第一个就是打底焊 它也叫做根焊 如果这个出问题的话 那我们整个焊缝质量都不好 所以你看到最里面这一层 当我们焊完这一层 你焊接中 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杂质在表面的 所以每焊完一块都要对这个层 这一条表面杂质去做清理 避免把杂质加到我们焊缝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焊完之后 记得每层焊完都要清除非建物 做外观检查 发现缺陷我们就铲除重做 不要把缺陷包在里面 因为我们焊缝内部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 好这是我们每一层都要剪 对吧 所以当我发现这个有问题 那咱们就做它的打磨 把底下的杂杂等等都清掉 清掉之后 你看变成光滑的面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别的 那如此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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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上填充 最后是不是就完成了整个焊缝的作业 所以咱们书上其实就给了你一个条目 它没有写权 我们需要把这些文字结合着过程去理解好 这个是焊接工作就做完了 你想我们焊接做完 咱们回忆一下流程 我们第一件事先干什么呀 我焊完了 第一件事要做焊缝检验 对吧 外观检查内部无损碳上 那我们紧跟着就是去做外观缺陷的一个了解了 这个依然也是啊 后面会在质检中有一些文字的补充 那我们就拿图片给你快速过一下就行了 比较常见的焊缝的一些缺损有问题的地方 一个是没有填满 就是泼口这么宽 我中间没有填充完全 然后或者是没有焊透啊 然后以及出现了焊缝表面的气孔 或者是一些收缩的缩孔 另外就是我们可能会出现沿着焊缝长度方向的 跟它垂直横向的或者局部的裂缝 这个也是直接的质量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焊接电流非常大 焊的速度很慢 它会造成底下过度融化 或者生成焊流之类的 这个在焊缝内部去体现 那以及咬边 咬边是什么意思呀 它前面这个是没填满 就是你中间是带有凹陷 或者是它表面没有完全连接住 而咬边 你看我们前面加工的泼口人家外园在这呢 你直接就只做了中间这一部分 最后的余宽没有盖住 它应该是要过来一部分 对吧 所以在这出现了两条凹坑 那这个就是咬边 它也是非常典型的外观缺损 这个咱们后面在做外观检查的时候 都可以作为不合格焊缝 需要做维修 需要做返修 外观检查再强调一下 是百分之百 每条缝都要焊 这些就一定要修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后面来走 刚才咱们说的是焊接的通用的要求 焊接的检查对口 焊接的操作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位置的试焊 那我们就把这几个条单独去说一下就行了 它最大的可能就是考选择题 快速过一下 首先我们说有穿墙的地方 穿墙它可以从外面进墙体 或者穿楼板上下穿 那你就记得 我们是一定要在结构里去留穿墙套管的 对吧 穿墙套管它不要紧贴着墙体 要往外伸出 那穿楼板的也是要伸出来一部分 所以大家把这个去关注一下就行了 你埋的穿墙套管是留在结构里 它伸出多少 如果是穿墙伸出来20毫米 穿楼板伸出来50毫米 好 那我们这个套管后面要往里面穿管子 所以套管内径要比管道外径大 对吧 那大的话中间这个缝呢 柔性防水材料做天赛 那我们这个焊接的接口 保温的接口 外户的接口 能放到管里面吗 不能啊 你如果把这些接口放到墙里 或者套管里 你后面就捡不到了 后面就修不到了 所以一定要把口避开穿墙的位置 穿楼板的位置 这个是保证后面管道能做检查的啊 好 那我们这个套管就不再给大家去放什么图片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当管道开孔和分支管的时候 人家竹管在这 我要打个缺口伸进去 把液体热煤引到旁边去 这是加分支管 那我们要求管内不要有残留物 分支要深入竹管 因为一般分支管都是比它细的 咱们在这给大家弹出一个图片 这个就是正在加分支管 竹管身上加分支管穿进去 那么我们要求它要深入竹管内壁长 不得大于两毫米 不要伸太多 它会阻碍里面戒指流动 还容易造成击杂质或者生锈 那另外大家会想到我们开管对于管伸就是个威胁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书上没有去过多强调 你从常识也要判断清楚 最好不要把开孔位置放在汗缝的位置 或者离汗缝太近 像咱们这里面是不是离环形缝就很近的 原则上最好避开 如果避无可避的时候 对这个口影响范围之外 一定的宽度打个圆 一般我们是1.5位开孔直径为半径扫个圆 对这里面涉及到的所有缝都要做内部无损碳伤 同时为了保证这个口的安全稳定 还可以在这加辅助保护板 在外面给它套个套 让它能够更加安全一点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设计没有要求 套管直径比保温管外径大 这个不是刚才这里面我们就提到过了吗 对吧 它中间是要添塞东西的 所以这就不再说了 然后选择偏心意境管大小头的话 就是拐弯的地方 我们由直管和水平管去连接的时候 那这里面我们是依据里面热媒的不同 去调节偏心意境管拐弯叫大小头 它的连接方式 对齐方式 这里面咱们直接给大家拿图片去说 那如果你是热水管道 我们怎么想呢 你就想这个热媒是热水 它里面的杂质就是气体 机器是杂质 我不要让管道里挤杂质 所以你想气体往上飘 如果你上面有空间 那它就挤在上面了 我要让上面没有空间 它就不挤杂质了 所以在热水类的管网中 它要选择顶平 顶部持平的话 是不是没有空间了 如果你顶高处选底平 因为大小头它的直径会比正常管道粗一点的 你上面有空间 气全挤在这了 这是不对的 所以热水杂质是气 要选择顶平 不要流积气体的空间 气体往高处走 同样的道理 蒸汽里面杂质是什么 是凝水 我不要让里面积凝水 所以水往低处流 如果你底下有空间 它就会积水 你要是顶平 底下就多了 所以我们选底平 那么上面出一点无所谓的 所以这样大家注意一下 蒸汽是选择底平 你看底下如果下去了 不就有液体存居了吗 所以我们选底平 就没有液体存居了 好 这个是偏心硬镜管 在不同热煤中的连接方法 好 这是我们书本上提到的特殊的位置 这样咱们就学完了 好 你看刚才咱们是钢管的焊接要求 一般性的规定 怎么对口 怎么焊 还有特殊的位置 那你焊接焊完了 这是一种连接方法 我们钢管还可以选择法栏 法栏这一部分 咱们直接就给大家提到前面来 快速过一下就行了 它也就是考我选择 上面这个图片给的就是 法栏类连接的管道 它的管材在端部就带有法栏盘 中间我们拧螺栓就行了 你把那螺栓孔对准 然后中间它会有一个垫片防漏 然后我们把螺栓去拧紧 这就完成了管道连接 大家再回忆一下 法栏连接的方式比较适用于什么情况 如果是管道管道间 或者管道和设备间 建议选焊接去连 什么时候用法栏呢 当这个设备和附件后面会拆卸替换的时候 我们就选法栏 对吧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好 我们在法栏连接的时候 它其实第一件事也是要对准 对不对 你对不准的话 我就拧不紧了 所以它在对准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检查内容叫平行偏差 就是看你这两个法栏盘是不是平行的 那平行偏差的话 我们要求不大于法栏盘外境的千分之一点五 同时不大于两毫米 后面给你括号是对比几排燃气管道 它们之间法栏盘平行偏差的数值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行了 我们这里它不怎么太出的 规范上是这样写的 书上是这么给的 然后这个值我们也不怎么太去出 你就紧做了解 反而是它的名字 你重点关注一下 对口不可能只对这一个了 所以咱们联想一下还有什么呢 法栏盘平行偏差 还有什么 间隙 对吧 所以我们对口的时候 依然也是要看一下中间间隙的宽度的错边 对吧 你要对准呀 你错边直接是跟轴线相关的 所以这些都属于是我们做端部对口检查室验收的东西 好 然后不得使用什么方法 这个作为重点 其实可以参考前面焊接的要求 我们前面不能任何强行对口的方式 加金属天成物 强力连接 强力焊都不可以 那你这个也不能强力 对吧 我们说强力用螺栓去补 去拧螺栓去 去用补偿器补都不可以 不要强力连 除了这个强力之外 它还提到一个加垫的问题 不得使用加偏垫或者多层垫 什么叫偏垫呢 中间这一层是有垫片的 如果它连的时候出现折角了 我们说施工方选择个偏垫 正好是一个斜三角的形式 上面宽下面窄补上 不可以 一定中间的垫是一个平行的垫 是一个直垫 不允许选择偏垫 那这个垫只一层 不允许多层 一层是可以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是法兰特有的要求 其他不强力都是属于通用的 然后我们这个螺栓受力要均匀 然后露出的螺距是一到三倍 咱们一般一到三倍批就行了 底下这个是我们法兰 比较常见的一些图示 大家客户看一看就可以 因为法兰本身考的概率低一点 所以咱们过得快一点 过掉就行了 好 那咱们在完成了管道连接之后 我们还是再回到这个流程里面 大家先想一想 我们这流程到哪了 你前面基础准备工作做完 管道的安装焊接 我们还带了个法兰 到你把焊缝做完之后 那我是不是该做焊缝检测了 对吧 你得验收呀 我看看焊缝外观 还有它里面质量是不是合格的 那然后当我们完成了焊缝的检查验 是不是没问题 把功能性实验里面的强度做完 确保焊口也可以 我再去防腐保温外货 好 在这咱们再强调一下 我们先做焊缝检验 再去盖这个口 然后我们在做盖口的时候 它不是分两个情况吗 一个是成品 就是补口 补口你就补这 除锈防腐保温外货 如果它整个管身都没有的话 我们在下去安装之前 不是先做管道加工吗 已经做了内外防腐管端漏着呢 当你焊完之后 焊缝也减完了 强度实验也做完了 能抗压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整体做保温 整体做外货 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 你只要想覆盖防腐保温和外货 一定是先要做管道的焊接质量检查 咱们书上反而把它挪到最后一部分去了 我给你提到前面了 它是在焊缝时空之后做的 好 咱们现在把这个焊缝质量检验再来梳理一下 这个之前我们是先外观 然后再做内部无损 第一条里给的是我们整个全流程的质检过程 现在我们对口已经做完了 减了四个项目 外观和无损就是焊缝质量检验 先外再内部无损 然后我们要强度实验 紧挨着焊缝检测 它没有问题了 覆盖面 安装副件 一起做严密性 严密性是权限 好 这个流程再强调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挨个走吧 咱们先做焊缝外观 外观的话是每个缝都要看 刚开始我们焊完之后 不是给大家展示一些外观缺陷图片吗 那比如说我们表面呀 出现一些问题呀等等 这个你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在外观检查这要求 没有裂纹气孔夹杂咬边 没有焊透焊流之类的东西 直接我们前面图片中都给你展示过了 然后要求焊道和母材之间要圆滑过度 是均匀的弧线型的连接 不是棱棱角角带毛刺的啊 然后我们要求不是还要看盖面层 它的焊缝鱼膏和鱼宽吗 焊缝的鱼膏啊 它要高出来周围的管壁0到1加0.01倍的这个壁厚 到了宽度这儿是超出坡口边缘 要把坡口包住 这两个数我们其实考的概率有点低 你盯着什么呢 盯着它要在外观这儿 减焊缝鱼宽和鱼膏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 好那我们这样去把这个外观 每个缝都看完了 下一步呢 看内部无损碳伤 无损碳伤是不破坏它的情况下 看里面质量 那我们书本上给了你无损碳伤的三种方法 咱们先记一下比例 刚才外观是百分之百 内部无损一般情况下是百分之十五 一百个份我们最少抽十五个去做 这个工作要由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去实施啊 那我们书本上给的内部无损 有超声射线 还有磁粉啊 这样的一些形式来检查 那我们先给大家去放两个图 这个就是去做射线检查 这边是超声检测 那么射线检测的话 直接是通过一些射线方式能探查内部的结构 而超声的话 还要有声波的反馈 我们是听的 所以这个它其实精度会偏高一些 那我们在做射线这里面 如果你无损 直接选射线去做主检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不选别的方式做副检了 所以直接取它可以 那么如果我直接选了超声的形式做主检的话 因为它始终存在一些 可能听的不是特别准确呀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超声去做主检还存在一些 不是特别妥当的地方 那我们就再加一个射线副检 但是这二者谁做主检 都是不小于15%的比例 比如说我们100个for 你最少要抽15个去做这样的实验 去检查 那么假设我主检的方式是超声 在我抽的这个最少15%的里面 你要再抽20%去做射线副查 咱们就直接把数字带为100 我说我一共有100个for 那么你在抽内部无损碳伤的时候 最少最少是抽15个 如果是射线剪 那不用做后面的了 我就射线 如果是超声减了这15个的话 那我们要在这15个里面 再抽20%去做射线副检 也就是最少抽三个 对吧 这样的比例关系啊 那么一些特殊汉缝 比如说拐角的地方 异形的地方 我们可以选择磁粉或者渗透 这个就是特殊情况在用 考的话一般是考前两个 好这样大家就把这两种无损碳伤的方式 理解好就行了 先外观在内部无损 那我们有一些特殊情况 要做100%的无损碳伤 刚才正常是15% 就是直管段 管和管之间连 那么在特殊位置 风险比较高的地方 我们就每个方都得减 所以这里他可能会考一些多选题啊 下列哪些情况需要做100%无损 那比如说我们是现场干管和设备 去连接折点的地方 就是关键的位置和拐弯 有风险的地方穿越的地方 他有核载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不具备强度实验啥意思 强度实验是里面加压 验证接口的质量 你没有做强度实验条件 我就不能验所有缝 能不能承受这些压力 你就每一个方去做内部无损 每个方内部有问题 他肯定能抗压 对吧 所以这个是可以一个大补充的啊 然后现场制作的承压设备和管件 也是需要100%做无损 因为里面压力很高 好这个当成多选题 去做判断就可以了 前面的100%外观 15%内部是重点 那你看我不管外观的话 我可能检查会发现问题 然后还有内部无损 可能检查也会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怎么办呢 一定要修 一定要处理 对吧 不能放任不管 所以在我们检测出现不合格的情况下 要及时返修 那这个检测的时候 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数字跟人的关系啊 100%做外观 这个不用说了 那么这15%的话 我们抽的Fung 他现场汉工是有很多个的 你这个15%的比例 一定要覆盖到所有汉工 不能说我抽的时候 这个人没捡到 每一个汉工都要抽到 在抽的时候 侧重去抽固定汉口 我们在汉口的时候有两种啊 一个是固定的汉口 一个是转动的汉口 好 怎么分呢 固定汉是管子不动 你要绕着它去汉 这个是不好汉的 尤其是汉到底的部分 人要调整姿势 容易出这样问题 转动汉管子是能动的 那我们人是舒适的位置 稳定的状态 所以它质量是更好控制的 我们在抽的时候 优先选容易出问题的 那就是每一个汉工 都要在抽检中抽到无损 然后你在抽的时候 侧重抽它的固定汉口 那么当我们在做无损的时候 我发现了有一道不可格的 你应该在抽检 两道这批次里面 我再去加倍抽两个 然后再去做无损摊上 那就是这个工人汉的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抽了 三个工人汉的东西 有一个他汉的不可格了 那么他还汉了另外20个缝 我在他的20个缝里面再抽两个 这样的加倍 那如果我刚才15%抽 我抽出两道他汉的不可格呢 那么他汉的这一批里面 我就要抽四个 这样去加倍 好 那么如果第二次 我在这个人汉的这一批里面加倍 他又不可格了 这个人你肯定是不能用了 这个汉工要停止汉接 取消他的汉接资格 那么他所汉的每一条缝都要做无损 有问题你就修去 没有问题我们就接收了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同一个缝的反修次数 不应该大于两次 就是我修一次再减不可格 我再修一次再减还不可格 就不再修了 是重新做了 那么如果是根部缺陷 大家想想根部是哪样 根部是下方的根汉打底汉 下面有问题 上面大概率也会受很大影响 而且它里面的液体介质很近 所以根部汉接只允许修一次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是在管材的纵向缝 或者螺旋缝的根部 这是薄弱点 如果这个位置出问题的话 也是只能维修一次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然后反修的时候 汉缝长度不能小于50毫米 要修磨成和圆缝一样的状态 这样我们就把汉缝剪完了 那么在刚才那个流程里面 汉接之后 汉缝外观检查 内部无损检查 有问题 咱们就修 做完汉缝检查之后干什么 做强度检验 对吧 你要看它的接口 能不能抗压的 强度过了之后 才能覆盖 那么覆盖的话 我们不就是防腐 保温 外户 对吧 那咱们书本上 其实防腐保温 外户这个点全在管理部分 在管理部分 但他提到的绝大部分 都是非成品管材的防腐 保温和外户 那我们道理是一样的呀 所以咱们就直接 把防腐保温外户 拿过来一起说了就行了 那首先我们在防腐这里面 打防腐藤之前 先除锈 给了你喷射工具 化学几种除锈的方式 除锈的清洁程度 达到规范要求就可以了 就是要清干井 然后紧跟着 我们在涂防腐的时候 它可以选择涂刷 或者是包覆的 这样的状态 涂的时候 环境不要有杂质 比如说砂颗粒呀 雨雪呀 水分呀等等 不要加进去 还是会生锈的 这个咱们前面讲 挤排的时候 是不是就见过了 所以是通用的知识点 涂刷分层的话 前一层干燥 我们再去做后一层 表干再做后一层 然后拾干之后 再做保护 胶带是这种缠绕的模式 跟挤排做法是一样的 控制好施工的温度就行了 所以这两个点 其实没有什么大考点 参考集水管道里面 所说的防腐就可以了 那大家就想一个问题 我如果是对大的管身的防腐 内和外 什么时候做的 这不是你焊接之后 它是管道加工的时候 我还没把管子放上去 它是前面地面加工的时候 就要施工管身的内外防腐 当我加工好了 端部也切成泼口了 你再去做连接 再去对口 对吧 这个要弄懂 然后我们后面 预制管道成品管道 那块一样的除锈方式 一样的防腐要求 是补这个口 是补这个口 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懂 那你看我们这个在地面上加工了管身的 你后面焊完之后 它其实还得补口 对吧 因为你焊的时候不能带着防腐焊 它是要露出管端的金属本体去焊的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除了去做包覆的 它还有地下埋设的时候防腐的模式 跟几排提到的一样 就是阴急保护 也叫牺牲阳急 就还是把那个牺牲阳急埋在土里面 土壤冰冻线 以下 对吧 因为你不能被冻住 然后它身上需要有这个线路跟它导通 要放测试桩 这个直接参考前面就可以了 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需要大家重点背什么 那在这里 防腐的质量验收标准是很容易出题的 我得确定这个防腐符合要求 它是完整的 全封闭的 要不然就生锈了 所以这个我们主要在防腐层检查了什么 主要检查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 外观有没有缺损 好 我们再看 抽查什么 抽查你屠夫包覆的厚度和粘结力 就是你做的对不对 施工上的问题 施工质量验收 抽查 全线检查什么 就看它漏不漏 对吧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看全线 它有没有漏点 漏点会出什么问题呢 防腐本身是不导电的 如果有漏点的话 是不是这个漏点就导电了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防腐做电局原性的检查 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找漏的措施 那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这找电局原性 或者说底下去看完整性 你怎么检的 用电火花仪 高压脉冲去扫一遍 高压脉冲通电的时候 防腐层是不导电的 如果有个漏点 直接火花就出来了 对吧 电火花仪去做检测 好 全线检查绝缘性 然后回填之后看完整性 看完整性 所以大家把这几个节点查了什么 要弄不懂 这是容易出考题的地方 好 那么现在防腐是不是做完了 防腐盖住口之后 那我就能做保温和外护了 接下来咱们来进保温 保温的话 它是非常关键的材料 如果你保温选的不对 施工不好的话 你外面的低温 跟里面的高温就热交换了 还没等到送到家里 这水就凉了 所以保温跟整个施工的质量 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它是关键材料 那关键材料的话 我们喜欢考什么 关键材料的验收 所以其实在保温这 大家要重点盯着材料的控制 这个是重要点的 后面施工反而考的很少 那我们先看一下 对这关键材料 它进场一定要执行检查 先看出厂证书检验报告 然后要由有资质的检测单位 在现场按批抽检 抽检的话 这不是关键材料吗 它抽检去测性能 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去做 那我们在抽检的时候 最关键的就是看这个导热系数 它只是抽检项目的一部分 咱们现在把抽检项目去补一下 包括品种 规格 容重 导热系数 耐热性 含水率等等 其中标蓝色文字的是 可以让你书写的地方 这些项目 大家需要背起来 它是非常关键的 影响导热相关的一些性能 这些项目 容重就是密度 然后还有导热系数是最重要的 耐热性 含水 含水如果变高 导热系数就跟着变了 所以我就是怕这个保温层吸水 它才需要做外护管 这都是有关系的 那后面我如果是直买保温管的话 直买保温管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偏成品 或者是我们就是埋在土里面 现场包覆的 那它周围就全是水 对吧 可能会有地下水影响的 所以这个我们强调 要对聚乙热外护管去查力学性能 它有足够的延展变形能力 因为直接接受到土壳粒的挤压 不管是成品管的外护 还是现场包覆的外护 只要是直接埋在土里的 有土壳粒的挤压 那你这个外护层一定要够强 要不然就扛不住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保温层的施工 施工这个点的话 我们首先强调一个分层的问题 咱们在进场核对材料的时候 就会先去看它的厚度 当我们原材料厚度量出来了 现场设计保温层的厚度是图纸上的 那我们可能需要做分层的施工 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一样 它是好多层保温层去做包裹的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我们固定的时候 它材料不是完全一圈一圈往上产 而是块块之间锁到一起 那一般我们在做的时候 超过100毫米分层 超过100毫米分层 比如说我这个现场设计的厚度是12厘米 100毫米是10厘米 对吧 就是我们说10公分嘛 你要是现场是12公分的话 那肯定要分两层了 就是不要超10就行 然后飞水平管道自下而上 就是我们得保证是上部的裹着下面的 上面的包着下面的 这个不容易出现渗漏的问题 好 然后防潮层保护层的搭接也是一样的 像瓦片一样 都是上面这一圈包着下面这一圈 瓦片这样的感觉 它不会有液体这么倒着漏进来 所以上压下 好 那么搭接宽度我们指的是防潮层的 正常的保温层 我们一般是拼接对方 如果搭的话 可能会出现内部的缝隙 不建议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同层预制的管窍去错缝 这个预制管窍的话 我们涉及到有比较常见的保温层预制 比如说现在给大家谈这个图片 这个图我们会发现 它里面的保温层其实是一个硬块 像瓦一样的构造 那我们是一圈一圈拼起来 然后把它盖在管道身上的 像这种内层和外层 它拼的缝就要错开了 这个是我们属于预制的保温层 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还有外护管 外护管是预制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刚制的外窍 那这个时候 它在搭接的时候也是要错开的 去做一些连接 不建议把那个外护管的缝对在上面 一般是放在侧面或者下方 防止进水 好 另外就是我们在预制管窍这里面 它的缝不要大于5毫米 留的太宽 可能里面会有漏水的风险 而且这个缝不是光秃秃留在这 要填充 用胶泥去填就行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不要螺旋困扎 像咱们这里面固定保温层也好 固定外护也好 基本上都是一圈一圈 单圈去设置的 你不要绕着去走 这个是容易造成脱位的 好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会涉及到 有伸缩缝和防潮层的问题 伸缩缝是我们预留 它自己材料变形的空间 受热会膨胀 所以这样的缝体就是留变形的 那么中间我们是不是需要 给它完全断开 断开的话你不能暴露着 它里面要填柔性的 能吸收变形的材料 因为我们这个保温层 是有保温要求的 所以你填充放的材料 要跟保温层是导热系数相近 接近相同 这个效果更好 然后在防潮层这里面 大家注意什么情况要设就行了 就是管沟里面保温去设置防潮层 切记管沟里面保温去设置防潮层 注意位置就可以 好 那我们做完保温就结束了吗 很显然没有 对吧 还有外护管呢 之前给大家看过这个断面扣扎了 你黄色的保温做完之后 外面还要包裹外护管 当然这个外护管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缠绕的方式 或者是选择这种硬窍 用这种金属的壳给它包起来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书上没有在这放什么细节的考点 所以咱们就记住这个事情了 一定要做外护 但是这个外护在做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个关键的验收 就是你要防止外面的水进去 所以我的外窍 外护层做完之后 它要做气密性检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咱们这里面给的防腐保温和外护 其实它主要是贴近于大面积施工的 没有单独说补口 单独说补口 那个是预制成品管 那我们再把这个给它往回找一找就行了 那我们会发现 咱们其实前面学了很多通用的焊击要求 通用的规定 那你把那些通用规定都满足了 在这种成品管安装的时候 再抓一点小细节就够了 就是它其实是基于前面的知识体系 只是做了预制的管道 而且是预制直埋类型的 就是埋在土里的 没有放管沟里 而且是预制管 也就是这种成品管 那你把它包在土里 那像这种成品管进场的话 我们在现场会有原材料的存放 它存放的时候就是不超三层 不超两米 而且注意要防火 否则会损伤它的保温和外护 那我们已经带着外护层进场了 如果它身上有划痕损伤的话 是不是杂质也会进来 所以对它的外护管会要求表面质量 会检查划痕深度 这个考的概率偏低 大家可以后面看看材质 对一下数就行了 那你外护管比较弱的 这个划痕就得浅一点 外护管挺强的 划痕可以稍微深一些 但是也不要太严重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后面的条目 那要求折角或者是折角大于设计值了 只要提到大于设计值 那就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因为它如果折角大了 管道里面会有很大的冲击内壁的力 我们是带压去攻击的 所以这个时候找设计 然后安装完成后 按设计要求对保温材料裸露处去做封闭 就是我今天焊着焊着到这我得停了 第二天再来 你千万不要就暴露着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原材料 外面保温层可都是漏着钻布的 你应该停了之后 把这一圈给它包起来 否则我放着一晚上 那露水就全进去了 里面含水量一变 导热系数肯定是改的 对吧 这个会影响导热的能力 那我们固定之吨 承载力没有达到设计前 不能做伸长和试运形 大家想一想固定之吨是哪来着 是地下埋设的方式 它的固定节 对吧 我们要有固定的一个支座 把管道包进去 这个位置里面是固定节 被混凝土包住了 不就是这个构造吗 那么当你的混凝土 它没有达到强度 你怎么可能会让它受力呢 这个是个常识 混凝土强度如果不达标 你就给它做预热伸长 那管道就动了 就受力了 那这混凝土就开裂了 相当于固定节没握住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穿套管前完成对接头的保温 套管里面就没有施工空间了 因为套管就是比我们的管道 略微大一点点而已 你要在外面做完保温 做完外户 并且质检合格 才能塞套管里面去 这个是个常识 好那么监测系统和管道安装要同时 什么是监测系统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泄漏报警系统 它是安装在保温层里面的 我们现在给大家出一个图 你看这个图 它里面是钢管 外面是保温层 黑色是外户管 监测系统就是这根线 如果说我们这里面钢管 它出现漏液渗漏了 或者是外部有水渗进去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外部渗漏 这个风险更高 因为里面钢管 我们是做好完善质检的 好那么如果有水渗下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保温层 就出现了吸水 吸水的话 它就变成导电体了 我们里面埋的这一根 就是监测系统的线路 那么如果说你的保温层 变成导电的 那我们这个监测系统的线路 接到那边的观测点上 那个灯就亮了 通电了 这就可以去找到 哪个地方漏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 出现通电的状态 这叫监测系统 它在安装的时候 要保证保温层是干燥的 否则你一开始测试就导电 对吧 这是一个常识 同时进行放在保温层里面 然后我们确保连接前 先清理两端湿润的材料 连接完毕监测合格 而且这个监测的线 要放在保温馆的上面 要放在上方 那如果说它受潮的话 也需要去烘干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看它有没有水 有水它才导电 是这样的原理 放在上方 同时安装干燥状态 清理带水的材料 好 这个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对于它的监测系统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的话 咱们把书本的管理部分 跟技术部分是有联系的 在这我们提到的 去做补口的保温和外货 因为你是预制官 对吧 它就是漏这个端口的 当我们端口焊接完 焊放质检完 内部强度验证完 这口能盖住了 我就做除锈 防腐 防腐的验收 防腐验收完成之后 做补口保温和补口外货 在补口保温和外货这 我们给出了两种施工方式 一种是这个标题提到的发泡 什么叫发泡呢 就是你往里面打发泡剂 打发泡剂的话 得有一个限制的空间 否则它无限的往外扩张 所以我们会先去做发泡的套管 再开个窗口 往里面打发泡剂 等到打完之后 这窗口一封就行了 或者是另外包覆性质的补口保温 包住之后外面缠外货管 所以补口的保温和防腐 外货它的施工顺利是可以调的 如果是发泡的话 是先外货管再发泡保温 如果是包覆的 就是先保温 再做补口的外套管 好 这个顺序要弄懂 两个都可以的 那我们要求就是 咱们先看书本技术部分 接头保温材料检验合格 接头处钢管清洁干净 发泡之后要封闭 那你得先有这个孔 然后再封闭吧 所以它实际上 在这种发泡形式里面 是先去做了保护外窍 再去做发泡的 对吧 这个顺序在后面管理部分去说的 那我们对于外护管来说 咱们前面就提了 整个全线外护管 它要做气密性监察 你这不就是我们外护管离部分吗 所以如果你这个点漏了 那肯定就是漏水的 所以当我们对它做发泡 保温补里面东西的时候 一定确保它是不漏的 你把这个套管保护窍做完之后 一定要先检查它的气密性 它没有问题 你再往里面打发泡计 打完发泡计 把窗口封上 对吧 是这个顺序 它应该是先去做外窍 保护窍 对它做气密性检测 做发泡 做发泡之后 封闭发泡口 这个顺序要排清 那么如果是另外一种 是包覆性式的呢 这个我们就先把里面的 保温补口做了 再把外面缠绕的外套管 补口做了 然后对它做气密性检查 所以最终就是 街头的外户层做完 一定要做气密性 你这个也是街头外户 做完再做气密性 对吧 不冷不矛盾啊 这个气密性检查 是0.02兆帕的压力 保压时间两分钟 涂肥皂水 看两个包裹口 有没有冒气泡就行了 那如果说我们施工 存在间断的话 不要让杂志进入管道里面 所以需要有毒板去做封闭 与其施工的话 会有水的浮力影响 防止这些污泥水 进到管里面封堵 还要防止管道上浮 上浮的话 你可能就对不准了 好 这样咱们就完整的 去把整个管道施工的点 梳理清楚了 那我们在这把书上 比较凌乱的顺序 稍微的调整了一下 虽然说并没有完整的做到 成品管 非成品管 再掰开 因为它没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所以我们就按照常规的 大逻辑去展一下 在这建议各位去学习 我们讲一场东西就可以了 已经把管理部分的 融到里面去了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 就是在汉凤质检这里 大家是一定要关注的 还有关键的检查内容 对口检了什么 汉凤是如何检的 后面强度和严密性 我们会在功能性实验 讲完之后再一起串它 还有中间这个保温 它的材料问题 这个很关键 汉凤的那些 施工要求 汉基要求等等 那个喜欢考选择铁 所以它不是特别重要点 就是不太好理解 所以这两讲 我们其实花的时间 还是比较长的 主要是因为它不太好学 但是其中的记忆点 并不是特别多 那需要各位在理解之后 加强我们在讲义里面提示的 上课里面提示的 重点去背就行了 那么下一讲 我们就进到 供应管道的附件学习